这题是说下面有五个描述 哪个描述是属于天泽中的描述 我们一一来看吧 A选项 没有毒的蝴蝶的斑纹 会越越像有毒的蝴蝶的斑纹 这是天泽 为什么 因为不像的 指纹指挡 因为天泽发生了 如果你的无毒蝴蝶的花纹很普通 就被吃掉 所以就死了 不像的就死了 所以无毒蝴蝶的花纹会演化上 越来越像有毒蝴蝶 你的存活率会高一点 因为别人不敢吃你 大家这个例子 加罗老师有上 这就是拟态 拟态就是模拟其他的物种 而这个是属于背式拟态 就是一个有毒一个无毒 无毒的模仿有毒的 这叫背式拟态 所以A是对的 因为花纹不像的都被吃掉了 天泽发生了 所以无毒蝴蝶的花纹 会越来越像有毒蝴蝶 好 B选项呢 如果蜜蜂喜欢红花 你不是红花的花 就不被光顾 就没有办法传粉 生小孩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植物的红花会越来越多 因为蜜蜂喜欢红花 天泽偏好红花 红花才被蜜蜂光顾而生小孩 非红花全部都没有生小孩 被天泽掉了 天泽发生了 天泽的手段就是蜜蜂的兽粉 所以B也有天泽 再来看C 野生的玉米果粒好小 可是你们现在吃的玉米果粒好大哦 这不是天泽吗 这不是 这是人的选择 人泽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人泽不是天泽呢 大家 如果玉米越来越大是好的 那为什么自然界的玉米都这么小 代表其实玉米粒很大 是不好的事情 容易被吃掉 所以自然界的玉米 种子才不想变大了 可是为什么你吃的玉米变大 是人的选择 所以它不是天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不然自然界大玉米不是好的 大玉米都被淘汰掉 所以C不是天泽是人泽 好猪选项 如果今天的果实越越大了 那我的吃果的鸟 我的嘴巴的眼花上也得越越大 当然咯 当果实越大了 我的果实大小就形成一个天泽 我的大嘴鸟可以咬开果实吃到果肉 小嘴鸟咬不开 就吃不到食物死掉了 对的 你终于发现了 所以这个描述到底是天泽的描述 还是用尽非退的描述 就会造成误解 不过这题 因为题目是问演话 它就比较不会出现用尽非退 所以你们不选猪 是不是你觉得它是用尽非退 所以重点在于这边所谓的随之变大的意思是说 因为种子变大了 所以我的嘴巴要一直练习 让我嘴巴越长越大 在我这一生中我的嘴巴越大 那就是用尽非退 可是随之也可以是 当种子在好几代越越大 我也是好几代直接变大 好 但不会如何 你们如果猪出来了 如果我现在讲的是好几代的天泽之下 这是不是属于天泽 对吧 好 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把观念离心 我先让你观念OK 诶 段随可以打好粉术 小考卷不重要啦 请募有人表达不清楚不重要 所以猪 为什么它是对的 知道原因 因为它有天泽啦 好 最后一个 为什么同一种鸟的求偶仪是会越越像 这是天泽 因为你不会跳的 不跳 或是跳不好的 你就没有小孩 合理吧 因为你没有教 因为母鸟不喜欢你 你不会跳舞 跳得都烂 怎么跟我们喜欢的舞都不同 你就没有交配的机会 你就没有子弹 你就被天泽掉了 你的基因传不下去 对 你发现了 或是这样讲啦 也许跳舞本身不会遗传 可是会学会跳舞的能力 是遗传的 对 为什么本能会变这样 因为跟它不一样 在天泽上不见了 或是这样 没有这个本能的被天泽掉了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再说一次 你现在讨论的是 有些鸟就是怎么学都学不会 你说的很好 如果那个生物是只看外形的话 变成外形是天泽的对象 可是这边讲的是 有很多鸟是球偶的过程 是靠跳舞或靠鸣叫 不是靠外形而已 所以为什么有球偶行为的鸟 它的球偶舞会越来越像 所以意思是 我发数学好 我会对数学好 不一定 但因为跳舞跟数学好 它的能力不完全一样 还有第二个 你爸爸数学好 你数学跟着好 是遗传吗 还是后天的熏陶 很难讲 很难说 有时候是后天的熏陶 因为你爸爸数学好 因为他可能是数学一期教授 你们所有的朋友都数学一期教授 你数学要难 要化也难了 对不对 也许是这样 有时候后天环境 笑什么了 没有美食 你说跳舞的本能吗 那这个歌你就会在演话上不见了 昙花一现 什么会没 怎么意思 不懂不懂 还有球舞到底是学来还是本能 这我也忘记 好像是本能 因为鸟妈妈好像不会教小孩跳舞 本能 就是 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引发一个机制 呃叮就开始跳了 好啦第十二题到这里